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5分钟快速出门法 就是让我们可以多碎10分钟 但看起来整个人很像是法官国一样 那其实我今天就是随便从我衣柜里拉了一个杆子出来 分类不是在于品类本身 而是在于颜色 首先我们就先理颜色 理颜色不用看款式 所有的款式都可以放在同一个颜色里面 那我们还是同样的从浅到深开始理 白色区域在这里 本色区域 哈色区域 灰色区域 蓝色区域 现在能看到颜色分裂吗 嗯很明显 那这个时候你给我出一个颜色 我可以说给你找一个 嗯我今天穿蓝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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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穿一身白 你觉得这白色的区域一身白 你好像没有白色的下半身呢 这样 如果你没有白色的下半身的话 你就直接个牛仔 这个就是一身白的感觉 我今天要穿卡其色 哇这样很快 就这样 如果你觉得它太浅了的话 你卡其色不太用 它的颜色这样 对吧 你还是可以找牛仔 我感觉我好像甚至都不用动脑子 就可以穿了 然后其实有个搭配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把衣服 不管是上下半身都挂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 如果我今天就想穿四个色块的话 你就把衣柜里 淋进这三个颜色 全拿出来 然后你看 它就可以组成一个 不一样的搭配 同样的方法 你看哦 我不是由浅到深嘛 那我这边只有粉色对吧 打个比方 我想这样穿 对吧 这样穿 它也可以 然后如果我想换成个樱花 那我就是这样穿 所以你看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我们把上下半身 同一个颜色 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在出门之前 你就把我们想穿的 那一单的颜色 选完之后 外套你就随便换 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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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